您好 欢迎收看11月3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华联新议会3号上午进行第19届第8次定期大会 23赌会 约在10点40分 新议员出席过半正式进行 出席议员对于县府提出的计划案大多表示同意 不过在中央核定后的预算使用 新议会并未通过 就发表绝标的瑕疵流程 要求主祭处和农业处检讨说明 以及明镇处的宗教祭天祈福预算使用 希望能够站在纳税人的角度 审慎思考是否合理 华联新议会第19届第8次定期大会23赌会 3日上午10点40分 新议员出席过半后正式进行 关于行政研考处在观光行销增加费用 还有中央核定后的预算使用 新议会并未通过就发包绝标的瑕疵流程 要求主祭处和农业处说明 另外明镇处在宗教祭天祈福的预算 希望站在纳税人角度 审慎思考是否使用得到 4日上午将再进行未完的23赌会 部长 如果没有过怎么办 如果议会没有过怎么办 那怎么弥补啦 所有在行政实务上 法定程序还未通过之前 办理招标因为要赶时程 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的招标规范里面一定要加注 一算要经过法定程序以后才可以做结标 那大概他们大家都晓得那个 那个农业那个产销中心那个 他们大概没有公务人员 大概不大懂这个事情 所以在招标里面的规范 他没有加注这一条 所以就犯了这样的一个过失 那我想这个农业处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 相关的行政也给该公司呢 通知他们该公司要给予这个负责人 就是总经理应该要给予存储 当然可以拜 当然可以祈求 当然可以祝导 我们讲的是你用县政府的公堂 用公务人员的上班时间去祭拜的这件事情 那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花了这么多的经费 就不用上班就一直在拜 把公务人员都拉去一起参拜的这件事情 我们讲的是公共的事情 人民讲的话你们也不听 民意代表这些我们都是选民选出来的 诚心诚意的在议事厅上给贵府建议 大家都说那我们都来去转行开公庙就好了 如果那么好赚 又有香油钱 这都民众留言留下来的 你们可以去看 我的脸书公开都让民众留言 骂议会的也有骂议员的也有 这种预算你们编你们给他过 那到底你们要我们怎么样 你们又不自己去做调整 只有宗教信仰只有一种吗 全花莲只有一种宗教信仰吗 这样做对吗 我们讲的是公平正义 我们讲的是预算使用在事真事切的位置上 我们在讲我们所有的预算的编列跟你们的施政作为 是要以人民最大福祉为优先吗 那五教祈福活动这个 预算 638万全会删除 至于补助各寺庙也绕进活动 700万减一半 伴你各司庙七五三百活动 770万删一半 伴你各宗教化人基金七五五到一半 也删一半 这样 好不好 你先回座啦 不用你解释 你今天我的建议是这样好不好 这几个几项的宗教活动各减一半 那五教祈福活动全部一以三足 我的建议是这样 谢谢